哦 谢谢 谢谢 还好再默契 走出台北地检署还有说有笑 他就是昇华娱乐的董事长 余维忠被北检约谈 另外还有他总经理谢优利 曾经带领昇华娱乐 制作过不少八点党连续剧 做导演没什么博物 就是坚持 装作 用心 最知名的干位人生兄弟合作 替产业齐心打拼的剧情 赚取了不少婆婆妈妈的眼泪 不过制作戏剧的昇华娱乐 却疑似被掏空 就是千变万话吧 因为我做了做戏嘛 总之会碰到一些 每天都会有一些状况 然后我们状况都不同 根据调查 昇华娱乐 以制作节目撰写企划案为由 要求开立不实收据 在此假发票向昇华娱乐 诈领款项 掏空金额超过七千万元 另外还涉嫌以不实增资 来扩充古本 其中一部戏 包括天下女人心 你当有话爱啊 只要当给我骨 我唯一管瓜 昇华娱乐2016年 正式挂牌上柜 董事长余威中 是知名制作人 拍摄过不少电视剧 像是天地有情 一代神像赖不一 甚至还以蛋糕的滋味 创进好莱坞 而总经理谢优利 来头也不小 是聚将电脑创办人之一 演绎交流协会的李市长 这回依次配合掏空款项 备列备告约谈 两人都在台湾影视圈 打滚多年 拍过不少知名戏剧 这回却被控假交易 遭到搜索约谈 涉及背信罪 和违反税捐法等等 卷入掏空疑云 记者SNG小组台北报道